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从色彩来加深地方印象并且以美学角度展现在地特色和文化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29区代表色亮相记者会 在新北市环境美学顾问团队历史两年时间走访新北各区 找出了各自的专属颜色 像是新电壁 深坑白 石定翠 平陵绿 乌来黑 陈俊良老师表示运用色彩的导入 硕立 城市的印象 可以让人们对于各区的特征轮廓更加鲜明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以颜色表现地方特色 每一区除了有一个主要代表色 也搭配了两种辅助色 都是以当地的自然环境 人文地理特色和色彩学结合 打造各区的专属印象 这一次我们新北市在整个城市美学的 经过底下 确实要把29区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背景颜色 找到一个可以做好 让大家记得纳盛的历史 未来我们是承载着光红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 新北市美学总顾问陈俊良老师表示 要定义29个行政区的颜色的确不容易 像是实定区原本是以过往煤炭文化定义为黑色 但在地方的反应之下 经过不断的讨论琢磨 才诞生了实定催 因为有那个翡翠水库在实定 所以就给它脆色 其实脆色其实跟绿色其实是很接近 但一点点蓝 所以后来用脆色去定掉实定 那区长也接受了 而且很容易就记得它有翡翠水库 因为整个台北市的人喝的水都是从那边来的 所以这个颜色就是协商过后 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未来这套颜色系统会开始运用在公共建设上 将每一区代表色融入设计当中 把美学元素融入城市发展 也让在地的样貌更容易被了解与记忆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现在正值柚子的采季除了品尝之外 观众朋友您有体验过采摘新鲜的柚子吗 一家休闲农场特别保留了园区内的柚子树 让民众预约采果了 想要知道好吃的柚子该怎么采吗 现在赶紧来看接下来的报道 柚子树上节食累累 新北市巴黎区一家休闲农场 园区内种植的柚子树完全不喷洒农药 现在还开放给民众预约采果 农场主人林炳昌也透露了采柚子的配方给大家知道 我们到了园区之后 尽量不要怕晒太阳 因为往往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呢 在柚子会比较没有那么甜 没那么好吃 那很简单 那我们这个季节的柚子差不多都已经熟成了 那我们只要拿着柚子呢 我们可以一手把它抓着梗 然后一手这样把它旋转 然后一下就会掉了 农场主人林炳昌提醒 采下来的柚子可以再放一周左右 让柚子持水会更好吃 而今年因为气候条件不错 所以巴黎区的柚子吃起来非常香甜饱水 今年天空特别的照顾 刚好六月七月没有下雨 所以柚子来的更甜更好吃 然后而且最近如果说现在这几天下雨过后采的呢 那水分就会更充足 然后更好这样子 林炳昌指出柚子除了果实可以食用 其实整个柚子的用途多多 像是柚皮可以做清洁液 柚花可以萃取纯露做保湿喷雾 另外还能够做成酱油 果酱冰淇淋等等 与柚子相关的副产品相当多样化 而农场特别保留了树棵柚子树 让民众采摘 预估可以到九月底左右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体验采果了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碧檀燕改散即周边环境营造工程 至109年8月开工至今 工程进度已经达80%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前往视察了解 由于改散工程结合了生态营造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还曾经看见毛泻大军丧树 让人感到相当的惊喜 而未来除了建置鱼道 提供鱼类回游 也将串联新电溪修器景点 打造水样博物馆 如火如荼正在进行中的 碧檀燕改善即周边环境营造工程 目前进度已达80%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前往视察了解 由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亲自简报 说明碧檀燕改善工程 是采用复合燕形式 在河道中央设置岛福燕 可以兼顾防洪和水域修器功能 另外在施工期间 最令人惊喜的是 溪流生态已经逐渐成型 先前还曾经看见毛泻大军上述 画面震撼又感动 碧檀燕改善以后 它是用导湖坝来控制水位 所以它防洪可以让导湖坝再下降50公分 增加防洪能力 那可以升起来的时候 可以升高50公分 可以增加14公顷的水溢面积 可以增加修气空间 对于溪流生态相当有研究的 清华大学教授曾晴贤也来到现场 为市长侯友宜说明在新电溪陆续发现的鱼种 他表示在调查研究中 已经有37种鱼类 以及近10种的沙蟹类 而未来在改善工程中 所建制的鱼道 更可以说是全国罕见的创新设计 能够让多样性鱼种回忧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所创设的 这些设计的这种结构 是符合多样性不同鱼种 不同体型大小的鱼所使用的 那所以又能够加上了一些水下的监视设施 跟观景窗的这种设备 所以未来做环境教育应该是非常好 除了在鱼道中设置观察窗和监测摄影系统 曾晴贤教授也希望能够结合直播设施 让民众透过网路就能够看见鱼类回游的情形 结合一些直播的播放能够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远距 透过网路来观赏鱼道里面鱼类回游的情形 希望这样子让大家爱上这些溪流里面的生物 进而去保护这条很难得越来越好的新电溪 另外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表示 碧檀燕改善工程完工之后 未来还将串联新电溪一带的休憩荷廊 打造成兼具生态和文化教育场域的水样博物馆 包括我们会做人工溪流 像我们的阳光游戏场 那边有盐民的文化公园 这边我们也会做休憩场所 就整个我们会把这些设施做一个串联 做一个户外的环境教育场所 就是水样博物馆 跟水有关的东西 我们不管是修气、生态、环保、观光 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碧檀燕改善既周边环境营造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座岛福宴闸门安装 部分固定燕、燕体及护床公施座 预计明年4月完工启用 结合新电溪丰富生态的营造 力求达到核防安全和恢复核川生命力的多元目标 记者陈小旦、张芳琪、新电采访报道 安庚国小师生制编制导制演防疫影片 参加了教育部国教署所举办的校园健康主播 评选活动融换了佳座 校长陈玉芳特别感谢辛苦筹备制作的所有师生们 安庚国小小主播播放新闻架势十足 由安庚国小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防疫影片 参加由教育部国教署举办的校园健康主播评选活动 荣获加做好成绩 校长陈玉芳特别感谢所有参与制作的人员 这一次的影片制作非常感谢我们的潘婷姻组长 以及书生副老师的一个指导 还有相关我们全校的师生共同来做那个配合 学务主任吴喜源表示 这支影片是在师生齐心努力下共同完成 虽然经验不足 但是参考了很多资料 不断进行修正才能有这次的好表现 而影片内容针对了这两年来最重要的防疫工作 以及全民健保等多元议题 希望这次能够作为校园宣导的教材 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针对我们的这一个防疫 还有用药安全全民健保 以及势力保健来做相关的报导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 希望由这次影片里面能够知道说 注意上面所讲的三点 能够注意到他的安全 然后同时能够达到宣导的效果 影片中也模拟疫情指挥中心每日记者会 并且由学校老师担任手语翻译相当逼真 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也邀请我们特教老师 林娟老师进行手语的演出 让整个新闻的画面更加的完整 安康国小校园健康主播影片 透过安康国小师生集资广义 融合丰富的议题 设计活泼且创意十足的教材 不仅在影片制作能力上大大提升 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健康素养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课研晋升区 让我们一起来学客家谚语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是今天的课研晋升区的单元 一起来看看大风哥 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客家谚语 欢迎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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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說成就的事物仍有可用之處 其免人要愛惜惜福 比喻要節儉珍惜資源 舉例來說阿德對於已經老舊的相機 總是時時拿出來保養 他總說 咱散好雜燒 咱顧好雜燒 這些舊相機都還可以用 所以要好好珍惜 他給阿天愛又贏一拜 咱散好雜燒 咱顧好雜燒 按仔細放下去了 緊接著讓我們來看看Boomair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大新店讓你WiFi6用好用滿 申辦大新店寬屏 依據寬屏上網只要999元 全家同時使用快文廣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透過多功能數位機上盒就可以觀看 限時優惠中歡迎電車2917 3939 為了改善新店區環河路地下道照明 提高行車安全 新北市有工處8月15日至11月12日 每日夜間10點到隔天上午6點 進行照明改善更換工程 111年平民之美勝比賽 收建日期從幾日起至9月30日至 題材分成人文空拍倡議三類 詳細內容請上平民區公所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新北市殡葬管理處8月1日至10月31日 辦理40份多元化示範公墓數葬區改善工程 施工期間新店區公所暫停受理民眾數葬申請 以上更多的新聞內容 民眾可以掃描畫面左手邊的QR Code 訂閱大新店的YouTube頻道 又或者是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官網上查詢點閱 歡迎民眾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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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Sox 你的個人伴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直在用我的表情 對不起 這個更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扮迪斯 李宗盛 年費方案 超值現省50% 快播 022917 3939 symmetry 扮迪斯成果 年費方案 超值現省50% 快播 0222917 3939 文具總動員系列 像你最熟悉的角色 理 expenditure 像你開胸關 建證他的起源故事 We have to get everyone home We can help you 皮克斯 巴斯光年 你問我們是誰 工作不在天 沒問題 我們是燃燒自己 點亮他人的 而不是 是日夜分波 無所畏懼的 AKA月夜月來電的台電人員 好啦 其實我們白天 也一樣來電忙碌 像突發的臨時停電狀況 就會有很多來電 目前南區臨時停電事故 也會控制 是便利他故障 台電購買要強要重 估計不久後就會復電了 好 了解 台電客服中心您好 編號A01B型高 很高興為您服務 您好 很抱歉 目前我們已經找到停電的原因 維修人員正在極力享受中 會盡快為您恢復電力 請您再耐心等候一下 除了幫民眾解決 大大小小的來電問題 維修技能的持續練習 及日常基礎的維修作業 也同樣很來電 雖然已經看過很多次 這樣的高空畫面了 但每一次看到 都還是很來電 這個是趕上訓練 雖然現在有高空作業車 但基本功可不能馬虎 平常還是要 持續不斷的練習 當高空作業車 無法抵達的時候 爬趕作業還是很重要的 爬趕作業還是很重要的 媽媽 媽 那是基礎人嗎 好酷喔 對啊 小姐真聰明 基礎人正在維護世界和平喔 好厲害喔 我長大也要跟你一樣 維護世界和平 雖然偶爾會被誤會 不過成為偶像的感覺 倒也不壞 為了讓民眾的生活 能一直持續待電有盡 便電箱的保養維護 也不能馬虎 維持配電狀況正常運作 是我們的重要使命 即使要更換整個便電箱 也是在所不行 好 有電 好 夜晚 有更多重要的任務 在等著我們 工具箱會議 說明要執行的維護任務 及每個人分配的工作 工作領帶好 就像是要出發戰鬥一般 大家都蓄勢待發 準備全力以赴 進行夜間維護 除了天上爬的電感高空作業 地面走的便電箱維護 地底下的人孔作業 同樣也難不倒我們 每項任務最重要的前提是 安全第一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我們維護工作的好夥伴 電動騎手 也是我們團隊的一員 負責保護我們的安全 進入地下人孔前 要先側氣送風 確保作業安全 避免意外發生 雖然時常需要飛天遁地 但我們熱情不變 夜晚我們持續執行每一項任務 一路過關斬將 維護眼前亮光 夜越深 越來電 享受我們賣力演出的舞台 夜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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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要出發戰鬥一般 大家都蓄勢待發 準備全力以赴 進行夜間維護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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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着同一片星空 不同人有不同的梦 放心全都交给我稍后 Don't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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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意别人怎么说 不退缩放手向前冲 无论日夜我陪在左右 让每一个心情的笑容 串联光照不到的角落 等谈求的亮起那秒钟 你会感觉舞台主角是我 Coming Coming 夜天英雄 无畏防御的谁奋斗 魂神天力 人人执着 台湾POWER 串联无休 一次锁根 夜天英雄 想要找人 深藏不留 回答汗水 不会摆留 帮我台湾 希望起走 Coming Coming 夜天英雄 不为梦雨那些混淆 魂神天力 人的执着 台湾和我 全面无休 一次锁根 夜天英雄 想要找人 深藏不留 回答汗水 不会摆留 帮我台湾 希望起走 夜天英雄 各位新闻视频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几个重点先整理给你 在今天还是维持东北风的环境 而且水气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新北市呢 维持多云到阴阴局部 偶有短暂阵雨的天气状况 尤其呢 是在东侧的山区 降雨会比较持续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白天的感受呢 会是比较舒适的 到了早上啊 晚上以及清晨夜间 感受上就会是比较湿湿凉凉的了 那么也刚好呢 是相当对应到了这个今天的节气 白露 在M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呢 就代表着夜间会变得比较凉 而且水气遇到冷就会凝结成露 事实上呢 同时就是代表着 这个气温会逐渐的往开始往下降了一些 降雨呢 也会稍稍的变多一些 实在是很符合这一两天的天气状况 主要呢 就是受到东北风南下 再加上有这个南风是往上吹起来哦 所以呢 在我们台湾附近台湾上空呢 就集结成了一道封面渔系 一个微弱的封面来影响台湾了 所以在今天来说 天气状况跟昨天 都还是比较类似的 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主要呢 在我们的北部地区 会有迎封面的降雨 在南部地区呢 也同样的都还是会有迎封面的雨势发生 那么在中午过后呢 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都要特别的来留意 会有比较旺盛 比较明显的 午后热对流 午后雷震雨发展 一直要到星期四开始 封面渔系往南移动之后 天气状况才会变得比较稳定一些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新北市主要还是要留意 迎封面带来的雨势 就是这个北部地区的北海岸一带 以及东北角一带呢 都要持续的来留意会有降雨发生 其他地方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状况 不过仍然要留意哦 这个局部地区 会有零星的震雨 零星的降雨出现 那么星期四明天开始呢 东北风是再把这个云系往南推进了 所以天气状况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一些 只有在我们的东北角北海岸一带呢 持续的要留意会有零星的降雨发生 其他地方就已经是可以恢复到啊 渴望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在我们新北市的天气状况啊 只有在今天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 会有一方面的降雨哦 而且在我们的东侧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 比较明显一些 其他呢在星期四开始星期五 甚至是廉价期间哦 廉价的假期来说 都已经是可以挥别上一周的这个降雨天气状况了 会有比较高的机会 比较多的几率呢 会开始出现阳光露脸的好天气了 不过呢在气温方面来说呢 就可以看到随着阳光的增加呢 也会持续的高温回升哦 不过还是东北风的环境之下感受上 不会像前阵子那么闷热那么炎热了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呢 就是这个早晚啊 日夜温差 清晨夜间的温差 开始逐渐的拉大了 也建议大家可以开始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哦 这个在季节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才不会着凉感冒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我就跟你说你开车不要这么快 是我开车还是你再开车 为什么意见那么多 嗯 怎么没落车啊 不是嘛 我就觉得这样很危险嘛 就 vos 你现在跟我摆什么态度 下车 下车 现在是怎样 下来 웅 你做什么啦 我沒有那個意思 這到底是怎樣 我跟妳看得怎麼樣 走快點 等一下我們說話 中了十幾 嘿嘿 王先生 不好意思 跟妳走到嗎 我剛要找妳 我們家人 有怕妳最要喝的高山茶起來 剛才我們太太也有東西 要給妳王太太 不然我先來請問試一下 不啦 我先回去 好好好 那我可以去婷婷家玩了嗎 不可以 過回家 當然要不要趕快回家 哈哈